早安新唐人 我们先来看到最新消息 7月23号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加州的尼克森总统图书馆 发表题为 共产中国和自由世界未来的主题演讲 呼吁盟友跟中国人民要共同抛弃中共 这样就不能够做 我们必须没有继续 我们必须不继续 我们必须不继续 我们必须不重 我们必须不再变成 我们必须不回忆 生意者 我们必须不回忆 广告 美国国民心 美国国民心 遇抗治 选择 所以 有新军广 但抗治 秩序不必 改变成 中国民心 中国民心 非国民心 高兴 民心 好 蓬佩奧当天的演讲 是近期美国政府高层 一系列对华政策演讲的总结 那么有位接下来对华政策的走向 定下了明确基调 美国将设底终结数十年来 对中共的纵容和滋养 另外蓬佩奥今天要邀请 中国和香港流亡的民主人士 出席今天的记者会 包括王丹 魏京生和香港众志的罗冠聪